好我們接下來看到是因為疫情呢 停辦兩年的澎湖城隍廟 直接剛剛看到了 那麼在另外屏東車城的福安宮 除夕夜則是有拜頭三活動 邁入第17年 今天重新恢復 連續發放五天的招財紀念幣 現場是非常的熱鬧 排隊人龍擠爆廟前廣場 大年初一一早 不少人就紛紛前來屏東車城福安宮 拿招財紀念幣掏喜氣 大人小孩通通一起來 前兩年因為疫情活動停辦兩年 今年再度恢復 也有民眾特地南下走春 新春第一天就算排隊 也拍得很開心 收納紀念幣止不住的笑容 當地除夕夜拜頭香活動 已經邁入第17年 廟方這回重新恢復舉辦 也將從初一開始 連發放五天紀念幣 每天預計五千枚 分別是早上十點 和下午兩點兩個梯次 如果人潮過多也將再加碼 等待的時候 新病還會有的時候 這裡也拍得會比較亮 另外在小琉球碧雲寺 同樣大年初一一早 就出現排隊人潮 這是萬人潮勝嗎 直呼萬人潮勝 因為放眼望去 根本看不到鏡頭 民眾跑步著跑步騎機車的騎機車 原來是鄉公所借用碧雲寺場地 準備兔年紀念幣 新年第一天 就要讓大家兔年迎財運天喜氣 接著有中央報導